好 同学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一千题现代习题经讲的一个课堂 对吧 然后我是刚哥 我们来看到第二讲 第一讲呢 其实已经讲完了 就是行列式那部分 那关于行列式呢 主要是计算了 我给大家总结了 不同类型的行列式的计算 对吧 具体 抽象 以及低阶 高阶 各是什么方法 大家一定要去学清楚 那关于数学呢 尤其是做题 我在最开始就说了 对吧 因为你数学要学会的话 必须要做题 做题呢 一定要去 如果你要高效率的话 一定要刻意去练习 这个刻意练习呢 其实你通过我前面的讲解 也会发现是怎样的 首先你要选定一个目标 对吧 这个目标呢 一定要有一个目标 第一步对吧 也就是你确定你自己做的是哪种题型 然后呢 第二个呢 第二个你一定要去做 对吧 也就是说你要去学习 比如说 也就是一定要去实践 实践的过程呢 当然是你学各种的方法 一个是学习 对吧 另外一个呢 就是你自己去做 自己本身 对吧 学完以后 你要知道这种题型 对应的有哪些方法 然后你自己要去做一遍 做完以后呢 当然第三个呢 你要检验自己有没有会呢 很多时候你要去反馈 这时候反馈呢 也就是说你要做一道类似的东西 看能不能做出来 或者做稍微扩展一点点东西 对吧 但最后一点呢 很重要 最后一点呢 就是你要走出舒适区 你要自己去想一想 这个题呢 有没有其他方法 对吧 或者说 它能不能进行对应的拓展 比如多解性 拓展 甚至呢 你可以自己去编一道题 对吧 比如说上节课 我们讲到什么 讲到行列式那部分 讲到了那种对角线的行列式 你会发现 它其实有很多方法 而且对角线的行列式呢 它可以引申一系列的题目了 你自己都可以相应的去出 对吧 那关于矩阵这一块呢 我们看到第二讲 对吧 矩阵这一块 等下我也通过这个具体的讲解 来说明这 可以练习的这个步骤了 那矩阵的讲解呢 它其实是比较多内容的 我们一个个来看 对吧 这里其实有很多的 就是你要学矩阵 其实有很多的目标了 很多一个小目标 我们一个个看 比如说我们通过题目来 首先第一道题 对啊 这已经标好了 数一是A8 对啊 数二是A11 数三是A7 它这样一个题 它说什么呢 它说 A是N阶的方正 X是任意的N为列项量 B是任意的N阶方正 这下列说法 错误的是哪一个 一旦你看这个题段 你看完以后 然后你省下这个选项 你要清楚 这个题目大致在考什么东西 这道题呢 其实是在考矩阵的 也就是矩阵 它经常会考察的一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了 矩阵 就是矩阵的运算 那关于矩阵的运算呢 当然考的比较多的就是 如果说运算 就是乘法 或者转制 对吧 伴随这些东西 那关于它有一个 特别喜欢在选择题涉及的 就是它的运算的法则 它也能像数一样满足什么 比如说满足分配力 对吧 能满足结合率 但是呢 你要知道它不满足什么 这个一定要清楚 它不满足 对吧 不满足交换率 就是你AB呢 不一定会等于BA 对吧 它不像你数一样 也不满足什么 消去率 就是你AB等于0 对吧 AB等于0 你不能推到什么呢 你无法推到这个A 推不到A等于0 你是推不到的 对吧 或者说推不到B等于0 A等于A等于0 或者是B等于0 都是得不到 对吧 但我这里只是简单的说一下 对吧 然后你要去自己要通过例子去验证一下 比如说这就留给大家对吧 你要通过例子去找一下这个具体例子 为什么这个会不成立 大家去可以试一下对吧 那你就会发现什么呢 你看 第一个它说什么 AB等于0 它就推出A等于0矩阵 这个肯定不行对吧 这个肯定不行 但是大家还要清楚什么 比如说这个东西 你要知道它的不成立 其实你要知道它成立 比如说这个消去率 在什么时候是成立的 对吧 那你要清楚 如果说这个B可逆 那A确实能得到 是0矩阵 对吧 除非它加个B可逆 到时候题目改一下 对吧 你要能反应过来 那相应的道理 它说什么呢 B可逆对吧 当然你会发现什么 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呢 但是它是问错误的 其实这个东西呢 你会发现是对的 为什么 因为你会发现 这个B是什么 如果说这个B 没有任意矩阵 当然这个是不对的 对吧 刚才这个说的有点问题 它说B是任意的 一个N界方阵 B是任意的一个N界方阵 是不是就说B 有可能可逆啊 假设B可逆 那你就可以推出 因为它对任意的都成立 所以说 这个原则上是对的 但是它是让你选错误的 对吧 所以你不能选它 不能选这个了 那相应的 这个B呢 这个B也是一样道理 你看 如果说B可逆 这个B可逆 你会发现 是不是能推出 A等于0啊 因为B可逆 你就可以成B逆 再成B转折的逆 这个就等于0 所以说这个也不能选 对吧 这个也不能选 那C呢 C呢 它也是同样道理 这个是考着方程的 你看到它 对吧 你会想到是方程 它什么呢 它说AX等于0 能推出A等于0 这个东西能不能呢 你想A要等于0 说明什么 说明AX等于0 这个AX可以取任意的 也就是说 N乘N 对吧 因为这个AX可以任意 说明这个AX等于0 它的基础解析 对吧 当然这里涉及到后面 基础解析 包含怎样 包含N个无关的向量 包含N个无关的向量的话 那说明什么 你要知道 它这个个数会等于什么 等于N-A 那它要等于N的话 A是不是只能等于0 RAA只能等于0 RA等于0的话 你会发现 A是不是就只能是0向量 0矩阵 对吧 就可以得到了 你会发现是这样一个东西了 所以说这个也是 能推到的 但是你不能选 因为它当然选的是错误的 对吧 当然选错误的 那么再看第四个 对吧 第四个为什么就不可以看 它现在把这个A呢 换成了一个X X就是向量 那变成一个X呢 这其实已经变成了什么 这已经变成了R次型 对吧 R次型呢 就是说 它的意思说 这个A 你把带一个向量 对吧 它就会等于0 能不能任意的X 它都会等于0 能不能推出A等于0矩阵呢 对吧 但这个其实是有点难的 这个 我们可以怎样呢 我们可以构造一个 如果大家清楚在学R次型那里的时候 会发现什么呢 因为这个A呢 A是本来是要实对称了 在R次型 对吧 但是如果说这个A不是实对称 你会发现什么呢 如果它是实对称 当然确实实是对吧 如果不是实对称的话 比如说A是什么呢 A这里有个比较特殊的 如果是 反对称 对吧 如果这个A是个反对称 这个要记一下 对吧 这个例子 反对称矩阵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就不可以 就是会不成立了 你看 反对称比如说是这样的 A是怎样呢 对角线都是0 这个呢 比如说是一个A吧 这个是一个-A吧 那你想想对吧 比如说这个A个十 转至AX 你把这个项量写过来 就是A个十一 A个十二 然后0A 负为0 A个十一 A个十二 那你这样一弄呢 你就会发现 这个东西一乘 对吧 它乘上它 等于对吧 它乘上它的话 是负A A个十二 它乘上它的话 是A A个十一 然后它乘上 这就相当于 就是它了 对吧 然后A个十一 A个十二 那你再乘的话 你会发现 是不是 不管你这个A个十一 A个十二 取多少 如果是这种矩阵的话 你会发现 这样一乘 是不是就是0啊 这一行乘上 这一列了 对吧 负AX1 AX1 加上AX1 AX2 就等于0 所以说是反对称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 不一定是0 因为这个A 可以不等于0啊 对吧 A可以等于任何一个数 其实 那我们就得到什么呢 得到这个D 其实是说法错的 那就选它 对吧 那就选它 当然通过这道题呢 大家就是一定要去 反思一下 对吧 就是你要去想想这道题 可能还会怎么考的 这里其实考的 知识点就是这个 消去率不满足 但是你要清楚 什么时候不满足 什么时候满足 对吧 可逆的时候 另外呢 交换率 大家要清楚 对吧 AB是不会等于BA的 是不一定会等 对吧 有可能会等 但是你要要在什么时候满足呢 你要清楚 在这几种情况下 交换率满足 一种是什么呢 A与单位矩阵 但是同阶了 对吧 比如说A与A星 A逆 以及什么呢 FA与GA 就A的多项式 学生多项式 他们是可以交换的 你必须清楚这些 什么时候满足 而这个消去率呢 也是一样 你必须矩阵可逆 才可以消去 对吧 才可以消去了 那关于这道题呢 我就说到这里 对吧 那关于这种题呢 就是你自己也可以 构造很多题目了 这是第一个 那我们再看下一道题 对吧 下面这道题呢 属于什么呢 属于他考察的 第二个方面了 就是矩阵这一块 逆矩阵 对吧 第二个半块 那关于逆矩阵呢 它分为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 是这样 第一个方面就是 你要去判别可逆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你要会去求逆矩阵 首先你看到这道题 你要有这样一个体系 也就是说 我说你在做题的话 你自己选好了这个目标 比如说逆矩阵的题目 对吧 你要清楚 关于逆矩阵 有这样两个东西 要去解决这方法 这一个是当你是自己要去 学习对吧 另外一个就是听老师讲 然后下面我们就来看题目对吧 那这两个方面怎么考呢 比如说这个逆矩阵 怎么来去求呢 比如说他对吧 怎么来去求呢 但你脑子就要有 关于这个逆矩阵的求法呀 有很多对吧 有的是什么呢 通过定义 比如说你看AB 如果你能写成这样 那B当然是A的逆了 A逆就会等于B了 对吧 一种是通过定义 还有一种呢 当然还会通过伴随 对吧 因为你知道A 心乘上A的行列是E吧 那你就可以得到什么呢 得到A逆 其实是会等于 A心除上A的行列是 对吧 也可以通过它 那除了伴随呢 当然还有就是初等变换 对吧 初等行变换也会有 写出来就这样 你要求A的逆 写成这个样子 然后你经过行变换呢 把这个变成E 那这个就变成了A逆 对吧 初等行变换 当然还有一些 就是分块矩阵了 分块矩阵 那分块矩阵呢 比如说这样的 你看A0 0 B对吧 它的逆 你要知道是A逆B逆 0 0 当然还会有 就是这样的了 反的 对吧 它的逆又会等于什么呢 它的逆你就要知道 特色的逆是多少 0 A逆 然后B逆 0 它正好是会反过来 你看这样一层的话 E对吧 这样一层的话 0 这样一层 又是1了 对吧 它会等于它 这些你要清楚 这些理论 那有这些东西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 对吧 怎么来做 这道题呢 它是一个抽象的矩阵 去求逆 对吧 关于这种题呢 你会发现 其实是要用那个定义了 但是用定义呢 你很难去找 对吧 你可以 有的同学 可能它会怎么做呢 有的同学 它可能会 一个个的去试 对吧 一个个去乘 用下面的这个选项 因为选项告 假设没有呢 假设是一个填空题 对吧 你要去求怎么求呢 我告诉大家一个 比较好的方法 对吧 就针对这种抽象的 求逆矩阵的时候 可以用什么呢 可以用我们前面 再讲行列式的一种方法 求抽象的那种 行列式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用过一个方法 单位矩阵的分解 对吧 单位矩阵分解 单位矩阵的分解 的关键是什么呢 就是提供应式 然后变成它所告诉的 矩阵的样子 那比如说我们来看 对吧 比如说你要求它的逆 可以怎样的 我们就可以用单位矩阵分解 因为你要清楚 这个A逆加上B逆 其实我可以怎样的 我可以分解成这样 因为这里就像成了一个E 成了一个E 我是不是就可以 相当EB逆 那我就可以怎样呢 A逆加上A逆 为了提供应式 我可以把这个E分解成它 对吧 有点技巧 逆逆 那从而呢 你看这个A逆 是不是就可以提出来啊 A逆提出来 这个就E加上AB逆 同样的道理 你想想我还要 因为我最终要换成A加B 这种东西 对吧 那么再提 然后E可以换成谁呢 可以换成是B逆逆 那这样就是AB逆 从而呢 你又可以提出来 A逆 B加A 然后B逆 当然这个过程 要去实践一下了 自己了 对吧 那这样一弄呢 就简单了 就A逆 加上B逆 的逆 就相当这个东西求逆 当然这里用了一下 逆矩阵的性质 对吧 B加A和A加B是一样的 没有关系 对吧 加法是可以交换的 是乘法不能交换 然后这个逆呢 是不是就可以 追求逆矩阵的性质 就是先它的逆 B 然后再它的逆 A加B的逆 再是它的逆 A 那从而呢 你就会发现什么 好像这里没有答案 对吧 好像没有 这里没有答案 但是你会发现什么 这里我其实 是令这里为E嘛 如果你试着去怎样呢 如果你把这个 如果你这里来个E 其实就可以变到了 对吧 比如说你就把什么 如果你按另外一种方式去 就可以变到 按哪种方式呢 比如说这个B逆 然后这是A逆 然后你这里当作是E 对吧 那你可以去试试变一下 这样变可能就可以变出来了 因为你看这里就是这样 B逆 B A逆 加上B逆 那你从而呢 就会等于多少 B逆提出来 对吧 提出来以后呢 那你看 是不是就是相当于是 他对啊 B逆 A逆 再加上E 然后你从而呢 又怎样 B逆 然后B 这里是A逆 对吧 那你就是AA逆 然后B逆 B加A 然后A逆 然后你再去求他的逆 对吧 求这个逆 是不是就是变到他了 对吧 就变到 这是另外一种方式 也就是说 这个其实有两个答案呢 可以写成是他 也可以写成是他 你通过这样一道题 对吧 那这个单位矩阵的分解呢 针对这种 求抽象的这种逆矩阵的时候 尤其是你不太好凑 直接给你的样子 对吧 然后告诉你一些矩阵可逆 看没有 然后新定一个矩阵 让你去求他逆矩阵 经常可以用这种单位矩阵分解 然后提供音式 凑成他告诉的样子 对吧 这在前面求那种抽象 矩阵的行列式的时候 是不是也用过 大家可以去回忆一下 对吧 可以去回忆一下 切记是怎样呢 你看切记是从A逆的逆 不就是A吗 那他说A逆加上B逆 取逆就是A加B 对吧 如果加法能满足这样取逆的话 那就很好办了 对吧 它是不行的 对吧 不能你分别去取逆 千万要注意 对吧 千万要注意 也就是说 大家一定要清楚 对吧 这个A加B的逆 它是不会等于什么 它是不会等于A的逆 加上B的逆了 不要犯这个错误 对吧 它不会 就像你数也是一样 对吧 你A加B的分之一 对吧 它是不会等于A分之一加B分之一 速度不会成立 一定要清楚 那关于这道题呢 就是说到这里 对吧 那另外呢 大家可以去 一定要去实践一遍 另外就找一个 类似的这种题目去做了 用这种单位矩阵的分解 去求它呢 非常好做 对吧 非常好做 那我们再看下一道题 下面这道题呢 考察是什么呢 其实还是考察的是逆矩阵这一块了 但是这道题呢 是前面是求逆 这道是什么 判别可逆 那判别可逆呢 我们就回到刚才的东西 对吧 就是 你想 你要判别一个矩阵可逆 可以有哪些方法呢 你头脑中也要有 因为你 已经把前面基础的东西 看过一遍呢 就是一定要规则出来 判别矩阵可逆 也有这样几种 一种呢 是通过定义 也是一样 如果你发现 你能找到一个矩阵 B 使得AB等于E呢 那这个东西 肯定是可逆 对吧 第二个呢 你还可以通过什么呢 你看 线性怠速的学习呢 它的知识呢 是比较连贯性的 你可以一直想下来 你看 派比肯逆 你学完矩阵学什么呢 它的矩阵之前 是不是学要行列式 你也可以通过行列式 行列式不等于0 也可逆 对吧 那你学完矩阵 是不是还会有向量啊 向量的话 那你可以当做什么 A的列向量 或者是航向量无关 是不是也可逆啊 你把它看作向量 看成方程 是不是也可以 AX等于0 只有0解 对吧 也是可以的 可逆 当然你还学了 后面再接的是 特征值特征向量 那特征值 不为0 对吧 那也是可逆 而且你会发现 用的比较多的是 对吧 他们 这三个是用的 比较多一点了 那比如说 我们来看这道题 对吧 我们用哪种方法呢 我们回到这道题了 这道题对吧 它说什么 它说A是N接的方正 且A的立方等于O 折可以得到什么 那首先关于它 一看到它的话 我们其实可以得到什么 立马可以得到 A是不可逆的 因为A的行列 是是不是等于0啊 你取行列是A的立方 A的行列是立方 是等于0的 也就是说这样 就立马就可以得到 A是不可逆的 这是肯定的 所以说 它说A可逆的 肯定是不对 对吧 那A不可逆呢 我们相信的还要去判别 其他的可不可逆 怎么办呢 这个东西呢 比如说你要 我们一个选项来看 对吧 A-A 不可逆 那你要说明 这个可不可逆呢 你取行列是好不好呢 对吧 取行列是好不好 但事实上这里 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为什么 这里有很多方式呢 你会发现看 做这种题 你看到什么 就想类似的东西 这就是现代 比高速要简单的地方 高速的话 它变化太多 对吧 这种就是你看 A的立方等于0 你立马去行列4 可以得到A不肯定 另外呢 你还可以得到 λ立方等于0 它的特征值等于0 也就是λ是不是等于0 λ等于0的时候 你发现它的特征全是0 对吧 全是0的时候呢 你看1-A 是肯定还不肯定 但如果你用特征值去想呢 就是 因为它就是 全是什么 全是1 对吧 这个一定是可逆的 但你也可以通过什么 你看 我说求可逆的话 你可以凑定义 也可以求行列4 也可以用特征值 这三种用的最多 比如说我这里 可以用什么方法 你看 我可以来 E-A的立方 它是不是等于E啊 因为这 A的立方是0啊 那你这样就可以 你看 可以凑一个定义 这个E-A 我是不是可以利用什么 利用多项式 你看没有 矩阵多项式 把它分解开 分解开是什么呢 E加上A 再加上A方 对吧 我就把它分解开了 分解开了等于E 你会发现什么呢 你会发现看 E-A乘上这个东西 等于单位矩阵 是不是E-A是可逆 而且E的 减A的逆 是不是就是E加上A 再加上A方 所以说它不可逆 肯定是不对 对吧 不对 对不对 那这样一弄呢 你就会发现什么 这样一弄 其实你还可以得到 一个附加产品 你会发现这个 A方加A加E 是不是也肯定 因为它的逆就是它 E-A 那同样的道理 对吧 同样的道理 你会发现这个呢 其实也是一样 如果你要把它 构到出来 可以怎么办呢 对吧 那你要对这个要熟悉 对什么呢 A的立方 加上B的立方 还有A的立方 减B的立方 这个公式要熟 对吧 你看到它就会有感觉了 对吧 就会有感觉 那从而呢 其实这里可以改成 E加A的立方 它是不是也等于E 那也就是说 E加A 然后这里什么 E减去A 再加上A方 等于E 对吧 等于它 那等于它的话 你看 这样一弄的话 你就可以怎样呢 你会发现 这个E加A是可逆 E减A加A方 也是可逆 对吧 所以说呢 这个可以选出是C了 对吧 就是用定义能判别出来 当然你用特征值也可以 因为这是0 这是0的话 那相当于0加0再加1 全是1 这个0加0 再0减0再加1 全是 对吧 所以说这个C 也可以判别出来 是对的 那第四个呢 D不可逆 则B有A的平方等于0 对吧 这个是不一定的 对吧 这个是不一定 但这个东西 你要去想一个 什么样的矩阵会呢 对吧 那你可以去试试这个 对吧 这个矩阵 第四个 对吧 你可以想个反例 这种在哪里会想到呢 其实在讲那种 N次Me的时候 矩阵N次Me 是不是有一种矩阵会 满足这样的 比如说01100000 对吧 比如说A是这样的 然后你去乘一次 比如A方 你会发现什么 A方的话 你看乘一下 011001000 对吧 这样一乘0 这样一乘1 这样一乘 你会发现是不是1啊 好 现在这个乘上它是0 这个乘上它是0 然后这个乘上它的话 这个乘上它 是不是也是0啊 那相应的 这个全是0 对吧 全是0 这个对不对 这个乘上它是0 这个乘上它也是0 对 这里 然后这里乘上它 你会发现是1了 是1 那你再乘一次去试试 对吧 你会发现A的立方 其实就全部变成0了 然后你会发现什么呢 你会发现这个A的平方 其实是不等于0的 对吧 这个A的平方是不等于0的 你会发现 对吧 大家可以去试下 对吧 大家可以去试下 那关于这道题呢 就说到这里 对吧 关于这道题就说到这里 通过这道题呢 大家也可以学习一下 就是你要判别一个矩阵可逆 是怎么去判别的 对吧 怎么去判别了 这里举了一个反例 对吧 怎么想到呢 其实你在做那种矩阵的高斯密 经常会遇到这样的 就是A可以写成什么吧 可以写成一个矩阵加上B 对吧 然后这个B呢 它经过几次密就会变成0 所以说你求这种的 就可以用牛顿的阿祥斯定理 对吧 后面我们也会再看到 后面我们也会再看到 对吧 那这道题就说到这里 这三种方法 判别矩阵肯定三种方法 都用了一遍 对吧 都用了一遍 那下面我们再看到 就是这道题 数1的A145 数2的A16 数3的A13 这个题目呢 一看这个样子 你就知道它是考什么的 考的是伴随矩阵 因为你看有A心啊 那关于伴随矩阵呢 我这里也说一下 对吧 这是矩阵的第三个方面 就是你可能会遇到 就是伴随矩阵 那你在做伴随矩阵呢 你要知道你要学习这块 有哪几个目标 也就是它出题会怎么出 基本上它出题脱不了这几点 第一点呢 定义 你要知道这个伴随 写出来是什么样子 对吧 然后第二个呢 公式 对吧 那比较多的公式是怎样呢 是这样 A心乘上A 等于A乘上A心 等于A的行列是E 当然这个A心的行列是 就等于A的行列是N减E 而且你会发现什么呢 如果A可逆 这个A心 其实会等于A的行列是A逆 对吧 A逆会等于A心除上A的行列是 这些都是公式 你必须要记住 对吧 但关于定义 大家也要清楚一下 清楚什么呢 就是它的行列是交换的 也就是说 你会发现 行对应的代数语指是会在它的列上 就是这是第一列 第一行会变成第一列 A11 A12 一直到A1N 对吧 第二行 A2A2A2N 对吧 对应的 AN1 AN2 ANN 它一定是反过来 这个你要清楚 对吧 如果不清楚呢 到时候你做到类似的题目 就会出问题 那同样的道理 伴随呢 还会涉及到什么 还会涉及到它的字 那这个东西呢 是一个基本功能的行列 就是这个A心的字啊 它会等于什么呢 就是如果说这个RA的字等于N 它就是N 如果RA的字等于N减1 它就会为1 这个大家要自己去训练一下 对吧 为什么 当作练习了 这个就会等于0 这个大家一定要去练习一下 对吧 但前面这些东西 其实都要去练习一下 你才会记得比较清楚了 对吧 一定要自己去写一遍 那清楚这些以后呢 你看 比如说它 看到它 那你会想到用什么呢 其实就是用那个A心的行列式 对吧 你看联想 首先省下题目 然后联想到你所要的知识 对吧 然后再去实践 你看 看到它的话 我们就可以想到谁呢 想到这个A心的行列式 会等于A的行列式的N减1次方 那这样一来呢 我就可以怎样 你看这是A心的心啊 所以说你在做题呢 你看需要点扩展 这个扩展呢 其实也是你通过做题 慢慢去体会了 也就是你不做题 可能体会不到的 原来它可以这样 这样的话 其实没关系 你把这个A心当作是A 这个A心的心的行列式 是不是就会写成什么 是不是就可以写成A心的行列式 把这个A心当作一个A 的N减1次方 那这样一来呢 又可以这样 你看这个A心的行列式 又等于什么 A心的行列式 是不是等于A的行列式 N减1 然后再N减1 那你就会算到 是不是就A的行列式的 N减1的平方次方 那从而这个A的行列式 又等于3 那是不是3的N减1的平方 可没有 就把它选出来了 那这道题呢 你看就说到这里 这道题就说到这里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道 这个伴随了 当然这个伴随 比如说这种题呢 也可以扩展 比如说到时候 我让你去求求这个东西 你能不能求出来呢 对吧 A心的心 我不是让你去行列式 让你去求这个A心的心 对吧 你会不会求呢 看也是一样 你看 A心的心的话 就你要去反 通过做一道题 多去想一想 就可能多做几道题 那这个东西也是一样 你就可以联想成看 A心的心 就会联想到A心 A心等于什么 A心是不是等于 A的行列是A逆啊 那同样的道理 这里你就把A心看作是A嘛 那是不是就是等于 A心的行列是A心的逆 那A心的行列是又等于什么 是不是等于A到行列是N减1次方 而A心的逆呢 A心的逆 是不是会等于 因为A心的逆 你要知道 它其实是什么 A心本来就是A到行列是A逆 然后你再取逆的话 那你会发现 是不是就是A除上A到行列是 那这样一来 那你看这就是A除上A的行列是 你会发现A心的心的 其实是等于A的行列是N减2次方A 看没有 那你自己就可以编这个题了 甚至你要再复杂 你再来个心 对吧 你再可以去推一推 那关于这个题呢 就说到这里 下面我们再看下一道题 数1的A148 数2的A118 当然数3的同学呢 也可以看一看 这些题目呢 因为共同的东西 你会发现 其实没什么区别 从现在考研出题的角度来看的话 基本上同样的知识都会考 那我们来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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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这道题考察是什么呢 它说A为N阶的肯定几正 下列等式不一定成立的是 这个东西呢 其实就在考 前面我们说过的 矩阵的运算 矩阵的运算呢 特别喜欢考 就是运算法则 尤其是那两个不成立的 这里就在考什么 交换率 对啊 那我刚才说了 交换率你一定要清楚 就矩阵它其实是不满足的 对啊 不一定满足这样 它交换率不满足呢 也就是说 这时候就会发现什么 这个东西就不成立 就这个牛顿的 二相式定理呢 在对于矩阵来说 就不成立 比如说它就不会等于什么 Cn0 对啊 A的n次方 B的0次方 加上Cn1 A的n减1 B 对吧 这个牛顿的二相式定理呢 在这里就是 是有问题的 Cnk A的n减k B的k次方 一直加下去 对吧 Cnn 然后B的n次方 对它就有问题 这个是不成立的 但是呢 我前面也说了 你看它 浪选不一定成立的 也就是下面有不成立 但是也有成立的 说明有三个是成立的 那你看 这个牛顿二相式定 如果写成平方 是不是就可以写成A方 加上RAB 加上B方 那你要知道 这也是不对的 对吧 这也不对 应该写成什么呢 应该写成这样 AB加上BA 再加上B方 这个才是对的 那你会发现 下面看都是平方 都是平方呢 都是平方 也就是说 下面哪个是 不一定成立 哪些是成立 这里就涉及到什么 你看 这个东西叫 合物二为一 其实这里就会这样 你就可以得到 如果说AB可交换 它就会等于A方 加上RAB 加上B方 那最终就归结 为什么呢 归结为 里面的这两个矩阵 是否可交换 是不是前面已经说过 A与A宁是可以交换的 A与A心是可以交换的 A与E 单位矩阵是可以交换的 所以说这个A与A转置 是不行的 对吧 立马就选出了它 对吧 就是 它 可交换的你要清楚的 前面已经列过 就是A与A逆 A与A心 A与E 还有FA与GA 都是可以交换的 对吧 这个A乘上A转置 是不一定会等于 A转置乘上A的 这个是要清楚的 不一定成立 它 当然 例子呢 大家也可以去想一想 对吧 大家也可以去想一想 有没有 类似的例子 你能把它弄出来 对吧 把它弄出来 就是 那这个也交给大家 对吧 交给大家去想 这是例一十八 对吧 例一十八 那下面我们再看 下一道题 对吧 下面这道题呢 你会发现属于什么呢 也属于矩阵 它可能会考察的 对吧 经常会设计 不管是小题呢 还是大题 可能都会设计到这种 这种叫什么呢 你就看到我们第四个方面 对吧 归结起来呢 叫矩阵的 高次密 对吧 矩阵的高次密 就是给你一个矩阵 让你求它的n次密 怎么来求 对吧 这个东西 那这一块呢 有挺多理论 对吧 当你学完呢 你大致会发现 有这样几个东西 第一种高次密 是这样的 是这个A 比较特殊 这个A呢 它可以写成什么 它可以写成这样一个东西 你会发现 它可以写成 一个向量 乘上一个向量 但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列向量 这个是航向量 一般是这样 一般向量呢 都是表示列向量 转制呢 一般是航的 但有的时候 也有可能反过来 因为你要知道 如果说 这是n乘1嘛 那这1乘n嘛 对吧 乘出来才是一个矩阵嘛 如果你会发现 反过来呢 你看比如说 如果是这样 α转制乘上β 那这个是1乘n n乘1 你会发现 这是一个数 是一个数了 而且这个数呢 其实比较特殊 这个数其实会等于什么呢 这个数啊 正好会等于这个 A的G 为什么呢 你看 你可以想象一下 这样一个东西 乘上这样一个东西 这样一个列 乘上这样一个行 你会发现 对角性元素 是不是第一个乘上它 第一个乘上它 第一个乘上它 你会发现 这个东西 是不是正好是 因为它就表示什么 它有点像 是表示这两个向量的内积 对吧 它也表示内积 如果是这种情况 那你去求什么呢 你去求这个 n的 a的高次密 就a的n次密 对吧 它会等于什么呢 非常简单 它就会等于 a的G的 n减1次方 然后再乘上这个a 对吧 当然这个G呢 其实就内积了 这个东西内积 对吧 如果你清楚这个结论 那非常好做 这道题 这道题 你看这个矩阵呢 就属于一个比较特殊的 是有两个向量 相乘得到 这是航向量 转置一下是列 对吧 列乘上航材 是一个矩阵了 那我们就来 对吧 这个a的n次密呢 根据我们刚才的公式 其实就可以得到什么呢 得到这个α 等于 a的G的n减1次方 再乘上a 这个G等于什么 这个G其实就是 它们俩的内积 它们俩的内积 是不是就是等于什么 1乘上1 对应的坐标相乘 1乘1 2乘上1分之1 3乘上1分之1的n减1次方 然后a 那你就会发现 这个算出来等于 对吧 1加1再加1 是不是3的n减1次方 a 当然这个a呢 其实就是 α转置β 对吧 就等于它了 你会发现是吧 就可以了 当然这里我稍微解释一下 对吧 就是为什么 它会 是等于它的G的n减1次方呢 其实这里你只要找一下规律 就可以了 对吧 找规律 就是a的平方 大家可以算一下 对吧 a的平方 它是不是αβ转置 然后αβ转置 那你就会发现 你看 因为矩阵的乘法呢 它虽然不满足 我们的交换率 但是它满足什么呢 它满足结合率 你会发现 这点是比较好 对吧 它满足结合率 比如说你这里一结合 这个就是什么 β转置乘上这个α 那这样的得到的 其实是一个数 而这个数呢 也是还是这个内积 所以说这个就是G了 A的G 对吧 你看这样就是 A的G 然后把这个数提出来 就是αβ转置 你看没有 又是一个A 那你依次下去 比如说应该A的立方 那你相当这个东西再乘一下 是不是又就是AZ的平方 还是又用一下结合率 对吧 这里用了一个乘法的结合率 对吧 那这就是高次密的一种了 对吧 当然还会有其他的 比如说还有什么 还有的就是你纯粹去找规律 对吧 找规律 那第三个呢 还会有什么 还会有我在前面 再讲到那个 A的立方等于零 能不能推出A的平方等于零矩阵 对吧 是不可以的 那就这里就会有一种 A可以写成什么 B加E这样的 或者B加KE 对吧 比如说你举个例子 就是这样的 A等于什么呢 比如说R22111 对吧 像这种矩阵 求恩次密 它就可以分解成什么 分解成RE 对吧 分解成RE 再加上什么 011 001 000 它这种 这种呢 你看 这个就是B 这个B呢 你平方一次 就会变成1吧 刚才其实已经算过了 如果你再弄一次 它就会变成0了 对吧 它实际上就这样 对吧 可以去试一下 那这样求恩次密 就可以用什么 就可以用牛顿的 这个阿相思定理 为什么这里可以用呢 之前不是说不可以用吗 因为E E与它同节矩阵是可以交换的 就可以用 对吧 就可以用 但最后一种呢 是我们后面学完相似对角化 如果你发现A可以相似对角化 这样的 也可以 对吧 但这些呢 我们后面再看 后面再看 整个呢 你做这种题呢 这个体系一定要去反复的去整理 对吧 反复整理 一定要把它弄熟 这样做才会有效果了 也就是你做一道题 相当是做了一类题 对吧 一类题 而且这种题 你看 你理解原理的以后 你自己随便去编这种题目